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 娜娜姐就是发现我是个领导人 跟进了我两年的时间 当时的话呢 娜娜姐的话每一次一去到澳门就会给我打电话 然后的话呢 就跟我发语音 啊 莹莹 我从澳门回来了 给你带了最好吃的特产 然后的话呢 三番两次的约我 只要经过一定都想尽办法 把办法想尽 都把我约出来 告诉我说 我从美国给你带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包 我今天就要拿给你 娜娜姐的这种 这种盛情难缺 让我无法拒绝 不要去见她 所以每一次都是见她 每一次都是见她 当娜娜姐去到了美国的时候 她都会给我视频 然后的话呢 就跟我讲说 哇 莹莹 你看 我现在呢 就是在整个美国最漂亮的酒店 跟着世界第一的老师 哇 你看都是鲜花打造 美到不得了啊 莹莹 以后娜娜姐也要带你去美国哦 哇 一视频完之后 特别还想看的时候 咔嚓 娜娜姐就把这个视频给挂掉了 我就在幻想 我可以去美国吗 我真的可以去吗 所以真的很感谢娜娜姐 她每每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 都跟我讲说 莹莹 勤奋的双脚呢 要踏在正确的道路上 当我们埋头苦干的时候呢 一定要抬头找找答案 哇 当我以前在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 其实没有学习就觉得 我现在在做的这个行业 难道是不归路吗 勤奋的双脚没有踏在正确的道路上吗 但是的话呢 我也会在反思我自己 真的非常感谢娜娜姐 真正什么叫真正的名师 是把你未来十年 二十年的危机都拉到眼前 所以的话呢 真的 娜娜姐两年跟进的时间 然后的话呢 有一次的话呢 娜娜姐就跟我讲说 世界第一的陈老师 她会去到澳门 以前去到了那个菲律宾 以前娜娜姐跟我讲说 这个事业是可以做全球的 我是不相信的 我说可以做全球吗 你可以做中国都了不得了 但是娜娜姐不是说给我听 而是带我出去所见所闻 所以的话呢 就带我去了一趟菲律宾 然后呢 去到菲律宾的时候 我是不会英文的 但是的话呢 娜娜姐说 这个事业就是可以把这个机会给到别人 我不会英文 但是我透过手机翻译手机 然后的话呢 就告诉她说 我来自中国 我需要找经销商 就问那个收银员 在那个超市里面的收银员 就给她看 然后呢 她一点头 我就问她yes or no 然后她就点头 我就说 no come on go 就go体验馆 然后就跟她去讲这个 把这个机会给到她 她不只是自己来 还带了三个朋友 哇 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 安利事业太好了 安利事业可以把这个机会给到全世界的人 所以的话呢 那时候给了我莫大的信心 我真的觉得娜娜姐太会带我了 因为的话呢 娜娜姐 当我还在怀疑的时候 是把我带出去 让我出去解决相信的问题 就像世界第一的老师说 所见所闻 就会改变我们的所思所想 所思所想呢 就会改变我们的所作所为 所以的话呢 当我出去解决了相信的问题的时候的话呢 那我就 我就回来 我就觉得嗯 我想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个事业 所以的话呢 当我 有一次的话呢 吴问大哥跟娜娜姐 就来到了珠海 要来帮助我 那时候我觉得他们来帮我 那我给她开酒店 是不是应该的 所以那时候的话呢 我给她开酒店 然后的话呢 那时候花了不到两千块钱 但是当她在离开的时候 她在我的包包里面塞了四千块钱 那时候我跟我的先生 那时候拿出那个钱的时候 我们两夫妻就泪流满面了 那时候我先生跟我讲说 她说老婆你知道吗 你的店不要开了 要跟想尽办法跟随上 跟随上这对名师 跟上娜娜姐 跟上老师 说实话 在传统行业没有谁愿意对你这么好的 这样子有健全人格的人是不多的 所以你要紧紧的跟上他们 你学会了这些为人处事 待人接物 你做任何行业都一定会成功 所以的话呢 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 要把我的店不做了 要全力以赴的做这个事业 所以那时候的话呢 我就给吴问大哥 打了一通电话就问他说 吴问大哥 我想全力以赴的做这个事业 然后的话呢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 我的话呢 没有人脉 我想去开一个店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有人脉了 吴问大哥在那头接了电话说 嗯 对的 对的 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的话呢 他又想了一会说 嗯 娜娜姐呢 跟着世界第一的陈老师 你还是给娜娜姐打一通电话吧 娜娜姐呢 她的经验是世界第一的经验 所以我就给娜娜姐 打了一通电话 然后的话 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娜娜姐 娜娜姐说 音音 你看 我跟世界第一的老师 有没有开一个店 我们呢 就是一张嘴 两条腿 坐遍全球 我瞬间听懂了 安妮师爷不需要 安妮师爷不需要去开店 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有去开店了 那我出来的时候呢 娜娜姐跟吴问大哥非常的爱我 都是不想我花很多的钱 然后的话呢 就让我住在家里面 哇 我住在家里面 那时候啊 真的是听不懂看不懂 在娜娜姐家里面 像大爷一样 平常都不干活的 还坐在那里 有一天的话呢 娜娜姐就走出来 然后的话呢 我就跟她谈判 然后就跟她讲说 娜娜姐 我呢 因为那时候想给我妈妈的买房子 然后呢 手上就有一点 就想守护一个房子 就有一点钱 然后的话呢 就跟她坐在她的对面 跟她说 娜娜姐 我手上呢 只有这十几万 那我用完这十几万呢 我就不干了 我那时候以为娜娜姐会安慰我 所以的话呢 但是娜娜姐说 盈盈 如果你觉得你今天来 你这个事业是为我做 那你就不用做了 然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怎么样 现在马上出去 那时候就被轰出家门了 所以的话就自己出来 租房子住 所以的话呢 真的 娜娜姐的话呢 永远都是 突破 都是先端正我的心态 因为世界第一的陈老师说 安利事业心态占成功的99% 安利事业是我为我自己做 我不是为我的领导人做 他能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都要千恩万谢了 所以的话呢 就像老师 就像一样的两个杯子 两个杯子 左边的杯子是歪的 右边的杯子是端正的 那两个杯子 那我们要会把水 倒到哪一个杯子呢 一样一定是倒到那个正的杯子 那娜娜姐就是扭正我的心态 把这个歪的杯子扭正过来 再把世界第一的经验 世界第一的这个水倒进去 那这样子我才能成得住 所以的话呢 真的非常感谢娜娜姐 那的话呢 我学了半年之后就跟娜娜姐说 娜姐 我今天的话呢 有一个表格要过来 你可以跟她讲讲 OPP吗 那种期待的眼神 娜姐说 你表格是做什么的 我说做保安的 然后的话呢 娜娜姐说 娜娜姐都说 盈盈 如果你今天学了半年 你连一个保安都不敢讲 你不要学了 你都是站着毛坑不拉屎 哇 那时候的话呢 娜娜姐骂完我之后是 让我知其然又知所以然 然后就告诉我说 盈盈 你看 你是做文秀的 你是学了九千多来学 但是你都不敢上课人 请问你学的会吗 我瞬间就突破了 我就去跟我表格讲 不但把我表格讲进来 还让她变成了音响师 哇 真的 我觉得我太幸福了 我跟在老师 跟在娜姐身边 娜娜姐永远都是突破我的想法 像娜娜姐说的一样 专业领先 寸步难行 观念领先 行变天下 她永远都是突破我的想法 而不是给我方法 而是突破我的想法 然后我就知道 要怎么样去做了 所以的话呢 娜娜姐去到黄金海岸的时候的话呢 就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哇 那通电话就像刚刚娜娜姐分享的一样 哇 非常的有能量 就来告诉我说 盈盈 你是要做千年老低 还是多做一分 哇 在那头的我就在想 我才刚达标啊 怎么就变成了千年老低 一听到这个千年老低 就觉得太侮辱了 是一种词语 就觉得对对对 我要多做一分 我要多做一分 所以的话呢 那时候的话呢 我就说我要多做一分 但是那时候的话呢 我的第一组她就 她就爱情的大门一打开 智慧的大门就关闭掉了 但是那时候的话呢 我就在想 如果 如果娜娜 如果今天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娜娜姐是怎么做的 那娜娜姐在做钻石的过程中 也有人逃跑啊 但是娜娜姐的想法就是 老实说80% 是普通人 是遇到问题困难 就会怎么样 就会逃避 但是15%的人呢 是成功人 是遇到问题困难 是越挫越勇 所以那时候呢 当我的想法一突破完之后 我就觉得我要多做一分 那时候就做了第二组 是从2000分做到10000分 那时候的话呢 是我们每天都是废情万事 就只有目标 没有问题 就皇位工人 我们哪里有人 只要活的就去做 所以的话呢 真的非常感谢娜娜姐 就是每一次都是突破我们的想法 当我觉得 这个事业真的 当我做多了这一分的时候 那时候的话呢 就在娜娜姐跟吴问大哥的家里面 那时候就在规划目标 那时候的话呢 就在想说 要做营业经理 当时还在想着说 营业经理在思考如何上的时候 吴问大哥来了一句话 盈盈 如果你帮助三个人 你做营业经理 等于没干活 我在想营业经理怎么上 我还不知道呢 还怎么就没干活了呢 哇 真的我觉得 世界第一的经验太好用了 娜娜姐呢 跟吴问大哥呢 永远都是 就是永远 让我的目标大了 问题就小了 所以的话呢 真的非常 非常感谢娜娜姐 是因为娜娜姐前面的 四进三出 撞了头破血流 跟上世界第一的老师 才会有我的今天 所以非常感谢娜娜姐 感谢吴问大哥 感谢世界第一的老师 给我分享的机会 好 那我的分享呢 就到此结束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 没有任在我们团队 是第一颗钻石 但是他没有任何 成功的条件 但是的话呢 就是因为跟上 世界第一的团队 用世界第一的经验 也可以逆转人生 那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团队的 第一个钻石 我们的任劫 好 掌声有请 对啊 对啊 谢谢大家